比较多 这就是InterpretChina 这个网站上 他对我们总体国家安全观 他是这么来翻译的 我们再看看 他还有 刚才没念完 这他很多 我们看看他讲这个 就是我这种我能搜到的 他的这种文献 他翻译过来的 当然我们从过这个我们也能看出来 他们关注什么 这个我们只看 因为这里头他都会 这上面都会提到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 他这么翻译的 其实还有一个他是讲到了 当时这个新疆的资金书记 他这里头他没有 就是国家安全观的 他没翻译出来 但这里头看语言文里面是有的 我们是看看这个 这个里头他包括这篇文章 他把 他把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他后面专门一个括号 他把这个标注出来 但基本上我们看他用的是 是什么什么 他这样的 所以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 这个网站上 他的翻译情况 他他比较多 他这么多的文献 里面都会都包括了 就是就你检索总体国家安全观 这五个汉字 说错了 这七个汉字 然后就会出来这么多文献 那在这个 Center Force Digital Translation 这个虽然是号称是主要 主要就是为了翻译中国文献的 但他这上面文献的翻译的 就是文献其实少很多 这里头主要是找到了 就是这个叫刘建飞教授的 他的这篇论文 他们把它翻译出来了 这里头他会讲 比如说像刘建飞这篇文章 他有编者案 然后有译文证文 那我们看看 他的编者案 那就是我们说 这体现这个中心的 他用的词叫paradigm 那郑文呢 他们翻译 他一会儿叫paradigm 一会儿叫perspective 那么这个人呢 Nancy U 我们知道他翻译的 也不是大陆中国 是中国人翻译的 但是不是大陆的 这是他们的 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这我们就看得出来 他跟我们 他完全忽视了我们这个 国家的这种翻译 就是政府翻译的 他完全忽视了 他没用 所以讲这是 这两个就interpreted China 和这个 Send for Strategic Translation 他事实上代表了 美国的政治 政界 其实他包括 就是智库和政府 他不是完全的学界 主要是政府的 对我们这个词的使用 当然他没用我们的 没用我们的 他主要他自己翻译 那国家安全 如果是看这个 看这个 学术的 我们看看学术的 就当Web of Science 那里面去搜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他能是这么几种 情况 就是整体来讲 就是提到这个不多 我们搜他全文 那么有人翻译成这个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我们看作者是这个 中国人是咱们 宁波诺丁汉大学写的 老师 这个我们前面看的 这是国家翻译 的一种 但不常用 不是我们那个 核心文献用的 那核心文献用的呢 是我们上外的同事 就是 我们国际国关学院的 金锦雄教授 他写的 他写一篇 他用了Holistic Approach 但另外还有就是用的 就是立陶宛西班牙的 这我觉得虽然他 是不是英美人 但他在 英美的杂志上发表的 他用了 这是我们官方的 但我们前面 后面也要看 那么就是说 我们从他的姓名来看 主要是从他那个 学者的这个 所在的Affiliation 他的单位来看 我们有五篇论文 他用的都是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这就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不仅他们 我们说在国内 在期刊上发表论文的 可能英文不太好的学者 他没有用我们国家翻译的 那么我们这些学 英文好的 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学者 他也没有用 我们那两种官方的译文 比如Overall Security Concept Security Outlook 这个三篇 你看 那么还有人用了 这个Overall View 这是三国人 怎么看得出来啊 那也就说 我们看看这个 这地方是 十三篇论文里面 那么其实中国人写的 中国人写的就是 是多少 是十篇 对吧 中国人写了十篇 主要中国中文 十篇里面 他其实就都没有用 我们这个官方那两种 我说错了 就是我们 中国人就是有两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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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是金金勇老师的 那么 所以所以我们这个八篇 其实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就说 在 如果这个韩国人 他用的接受就不是太好 对吧 其实这里头我就要解释一下 就说 虽然他作者是这样写 其实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 我们这种 期刊的 他的 他的立场 毕竟我们说期刊 你被接受 甚至我们说期刊 最后会对英文改稿 所以这个里 这个里头就表现得明显 发誉就非常明显了 那么这里头我们 就可以 对上述的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解释 分析 第一呢 我就说我们从国家翻译的来看 国家翻译和学者翻译 国家翻译 我们显然来看 它是解释性的 解释性的 比如说这个官怎么翻译 官 我们注意 官我们传统上 就是我们前面还有一个 有个叫科学发展官 胡总书记的 科学发展官 当时官方的翻译是 Outlook 那因为官的翻译 事实上是该怎么翻 我们相关的国家部门 是有传统的 但我们看 我们现在找到 公体国家安全官里面的 他都没用 就舍弃已有的翻译 不用他用新的翻译 这一般来讲 它是一个解释的 这个努力 要不然他不会这么易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没有充分 注意到译文的术语性 他没有 唯一性他没做到 那对于学者翻译来讲 我们讲 他执意的极多 他没有解释 我们就看 concept很多 view也有 那其实还有outlook 就说他是执意的 但是呢 我说整体上 没有体现译文的术语性 也是太多了 当然我们说 有一种译文 他是比较多的 他看一下 他是 上次叫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他用concept这个呢 他有132次 他占了绝对的多数 但是他其他的 也没有 就这个种译文呢 也没有 被所有的学者所接受 所以我说呢 他 但是当然说 我们说单个的译文呢 他有一定的术语性 就concept outlook 他比较多 他比较多 那么总之呢 就是说国家翻译 跟学者翻译呢 他是有这个 明显的悲样 这个我觉得是 可以看出来的 这样数据不多 也是我们能找的 都找到了 那么我们来看呢 要说国际 国际接受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 这几点这个结论 那就是国家翻译的 这种接受效果不好 不好 我说第一个就是说 所谓自译文本中 自定译文 什么意思呢 就尤其是在 interpreted china 那个网站里面 他如果是他自己翻译的 他没有用 我们官方的译文 那么他的译文 跟我们都不一样 他跟我们学者的 也不太一样 这刚才已经展示过了 他一样的也就是 那个世界大报告 就是用的那个 holistic approach 其他不一样 然后还有一个 刚才也讲了 介绍文本的 也就是编者案的 里头的文 他跟 编者案他说 这个人是那个 那个那个单位的 对吧 他什么中心 那么他也不用 我们国内的译文 就是官方的译文 就是国家的 国家的翻译 国家翻译的 他肯定不行 就是他不用 我说呢 除非全文才用官方译文 否则自定 自定译文 这你讲了 就是他那个 二十大 十九大 十九大报告 他是用的是 是我们的 是 就是二十大报告 说错了 interview china 他 他全文有我们的 二十大报告 但他用的是 我们官方的译文 那个是公民一致的 其他不是 而且我觉得呢 就是有些自定译文 完全不受国内影响 他一点都不一样 那么还有呢 我说学术文章 及报道是 该属于其移民 传播的中文学道 就是我们 为什么讲这个呢 就是interpreted china 和这个 center for strategy translation 我们看到 他们翻译的 前面讲的这智库 还有政府资助的 他们翻译的 不仅仅是我们的 官方文件 也不仅仅是我们的 领导人的讲话 他有很多学术论文 他们是翻译的 也就是他们在 研究我们 这种很多 都是政治性的研究 他是关注我们 学术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研究学术 文章的 就这个道理 学术 学术 国内学术文章的影响 在国际上并不局限于学术界 对他们的政府是有影响的 对这个地方我们讲 也就是说 事实上 CNKI上面这个翻译呢 应该更加的 更加的统一起来 不应该现在就是 百花齐放 翻的就是个性歧视 这应该说不是太好 那我们再看看 如果在学术界的话 WS上面 接受效果尚可 尚可的原因 其实是什么呢 是因为中国人太多 讲这个的是 中国人没那么多 所以我这个研究呢 目前来看 就是还要再加深一点 就是应该 要是如果到 新闻预料里面 可能也不是这样 这个我还下一回 进步加强的 所以这方面讲 我说中国学者 多采用学者译问 但是中国学者 就是我们国内和国外 差不多 都那个 大家注意的 那个outlook比较多 outlook多就是说 它照字面来译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用 官方那种解释性的 把它解释成这个 approach 没有这么用 那还有个 就是说有国外学者 就前面我讲的 那个西班牙和立陶宛 他用的是我们 学者的翻译 那有个韩国的呢 他用了官方的翻译 官方的就是 那个用了view 那个翻译 学界稍微好一点 但是 反倒政府那个翻译的 他接受的不好 那当然我们可以说 我们政治话语的传播 他主要的想影响的是哪些人 也许学界也是我们想影响的 但是我觉得 无用慧言 我们最最迫切需要影响的 就是传播 他的反正传播效果的 应该是这种智库 也就是他的这种 决策阶层 但目前来看 从术语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传播的不好 这个传播效果还是比较差的 那么 我觉得这个里头呢 就是可以翻译成解释者 传播者 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 用角色距离是可以来解释的 这个我就解释一下 为什么叫学术角色距离 这就是什么呢 就说 国家翻译呢 其实他体现一个什么呢 把翻译成outlook 把翻译成view 放着传统的这个科学发展观的翻译 他不不用 不借用 他其实呢 他是要解释 所以中国这地方讲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说 国家翻译重在对原语的 原属正确解读 他怕什么 怕的是别人把这个 术语给翻译错了 错了呢 就是会 会这个 使我们 我这地方是不受到伤害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做翻译的时候呢 经常会有 这个说 我们对什么什么东西翻译 要进行改动 进行解释 要保护谁是谁 那传统上 如果在座有同学的 应该很清楚啊 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翻译教材里面 经常会有啊 比如说我 我上课用的这个 我们孙子里教授编的教材里面 就会讲啊 这翻译 我们碰到这个反动的 色情的翻译 我们要给他进行 解释 进行淡化 那这个他保护的 保护是读者 但是我们 国家翻译这个术语的时候 不一样 他保护的 他保护的不是保护读者 他保护的 当然一定程度 也可以说保护读者 保护读者 不要误解我们的思想 但更多的可能是保护我们自己啊 其实保护作者 所以讲 他是一个解释 他是解释者 他不是翻译 翻译者应该是 译文翻译成 搞成译文 就我把它翻译回去 这是 我的主要职责 他要保护谁 不是我的主要职责 特别保护原文 但 解释也不一样 解释他要保护 那学者翻译呢 学者翻译看 大多字面翻译 字面翻译 所以我讲 他保护着译文的读者 了解原文 就是我保证 译文读者能了解原文 跟这个他的 解释要保护原作者 他俩不一样 这就是解释和翻译的这个区别 那么这种解释呢 事实上 我们国家翻译 他在翻译中 喜欢解释 这个是有根据的 这个比如说 我这地方提到一个 看到这个 比如说杨雪东 杨雪东主任 杨雪东主任 原来是我们中央编译局的 是英文部主任 还是翻译部 我忘了 反正他是主要负责 我们这些 中央这种文献的翻译 那这里头他采与什么 他也注意到 就说这个 我们现在 比如说这种翻译的时候 术语翻译的时候 概念翻译 他说没有了 关键词 核心概念的特征 就是我们很 可以看到 就是 中国关键词系列 这个书非常好 但是呢 我们看他收录的 有些术语 词条 词条就不太像 词条就说 不太像关键词 你可以说关键 可能叫做表达法都太大 都不太恰当 因为他太长 就是收录的东西太长 能再长 能再翻译成英文 又更长了 然后全部解释的 就英文怎么看 也不像一个 就keyword 也不太像 所以他还没用这个 terminal 用terminal 就更不像了 那这个里头 就是我们说 杨学 就是我们官方 在翻译的时候 翻译者在翻译的时候 他就是想着去解释了 还不是翻译 那这个里头呢 我们又做研究的 比如赵湘云 赵湘云 他的博士伦 他就研究这个 领袖著作的翻译 那么他也注意到 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 他这个讲的也是 非常 他这个论述的 也是非常 非常的充分 大家如果去读一下看 他讲的也是非常 非常这个清楚 那么他讲在当前形式下 就是主要在解释 当然我们说这种解释的 对整个的语篇进行解释 是不是 是可以 可以接受 但对 主要是 对概念 对术语 我们这么解释 是不是合适 这是需要讨论的 这个里头 其实我还用了一个 城镇球的这个 对这个 城镇球老先生的这篇 这句话 其实这种解释呢 并不是当前形式下 不仅仅是 赵尔强 有老师觉得当前形式下 可能可以往前看更早 有城镇球老先生讲 在翻译毛选的时候 其实这句说 就说要 忠实 忠实的话 就是我们怕什么 基本的稍微疏忽 后果严重 就是不愿意 把他 就怕 错嘛 怕对方误解 所以这个 他是要 要解释 但我们 所以这地方来看呢 我再往前面翻号 这种解释 他是保护原文原作者 当我们承诺 一定承诺是讲 这种翻译 可能保护的 不仅是原文原作者 可能还有 保护原文原作者 不被别人误解 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考虑保护异者 保护异者 不是不会受到 不必要的这种 惩罚 所以这种翻译 但是导致了 我们现在是解释 而不是翻译 这里头我就说呢 其实他是 我可以讲 他是扮演了解释者的角色 尽量以受众目标 可以理解的方式 叫原文 传达出去 这个里头我觉得 就是可以理解 为什么说解释 他是现在 后来有人讲的 把关人的角色 把关人的角色 这种角色 现在是比较多的 我就不一念 这地方 比如说 王林老师会讲到 就是我们在 不光是翻译政治问题 翻译其他的 也是存在的 所以 我们 就是说 对他 很多解释解释 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就是我们不能一概说 解释不对 解释也是不在也为之 结果 王林老师 这种讲的很清楚 不能 因为 这样的就是 完全交给老外去议的话 他们会确实会议错 那这个里头 所以说是这种 这种误解的考虑 但是如果术语的话呢 就比较麻烦 术语的话 他有特殊性 术语这种讲 就是叫标准化 和规范化 这是术语翻译的 我们国内讲到这个研究术语的 研究术语翻译的 这两个词是高频词 这没什么这个争议的 那我引用的 比如说 吴向金老师 跟杨平老师写的论 还有 邱卫林老师他们 那他们 都专门研究这个术语翻译的 应该邱卫林他讲的还是文学术语 那么其实都是讲 当然他们讲的主要是这个 外语术语的汉语 主要是英语术语的汉语 所以 吴向金他还解释 他说术语翻译呢 其实他是一个二次命名 你光把它解释了还不行 你还得到命名 再次 也就是命名成 再次命名成术语 这样不就是 也就是说 你最后出来应该是术语 有解释 光解释不行 最后达到一个翻译的这种 这种 效果 那么 我说这种体现更体现的在明显的是 我以前从事的军事翻译 因为军事翻译里面术语 军事翻译的 军事英语的一个特点 就是大量的缩略语 这个缩略语包括很多这种术语 我这地方后面列的 事实上这是一个 美军的一个核心概念 C3I C4I C4ISI 其实最近还又加了一个 叫C5ISI 就是说这种 我们现在汉语直接用 就不翻译它 因为它这个特别麻烦 C对吧 C什么command control I是intelligence 它这里头很多 那么我们现在直接用它不翻 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你术语 你再把它 还原成术语 它使用起来才好用 如果解释办 解释很长的话 你就没法用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前面展示的 咱们那个中国关键词 里头那个就是外交篇里面 它把总体国家安全观 它用两种不同的计划 因为它解释了 就你直接用 它不太好用 就这就是这种翻译的 它的毛病 那么我 这句话 当然还讲到 就是接受跟把关者 比如说术语翻译 赵亦凡 老师他编过那个 中国西方文论关键词 他其实也是术语 他就提到 那么文论的西方术语 应该翻译成汉语 应该是把它翻译成术语 所以叫 它叫什么概念不统一 而孙志黎老师呢 这是我前面讲 孙老师 他在他的翻译教材里面 他就会讲 要进行这个保护译者 保护读者 所以前面讲 他这是 是确实有这种思想基础 而且我讲了这个什么呢 解释者 把关者 这种往往可能是主动承担的 所以我讲就是 他跟常规的议者角色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非把它 就是包括杨雪东主任 他也没 他讲他往往是怎么怎么 他也没有说他是被迫的 所以这是一种 甚至我们可以说 解释也是更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也就是他做翻译的时候呢 他突然就会 他本来是个议者 他遇到这种 术语的时候 总担心老外看不懂 所以他就 偏离了这个 常规的议者的角色 这就跟Goffman 他这个美国社会学家 他讲过一个叫 road distance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里面讲的 他讲好几个 他举的几个例子 就是一个是 成年人去 游乐场 骑那个宣传木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 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这个 他做手术的时候 这个医生他的角色 他会变 他动手术的时候 可能会移生 但如果他的团队里面 比如说有麻醉师 有护士 这个 支撑不下去了 他会另外一种 角色 他可能就是一个团队领导啊 或者就是一个 安抚这个 这个这个 他团队里面 就是支撑不下去的人 所以这里头我引了他这句话 他就是讲 就是他的这个叫 road obligation 和road performance 他的这个理论 在文学界主要是在 戏剧研究里面 用的比较多 当他他本身 他是讲的是用戏来 是这个指代 指代这个社会 也就是说你 你在 你是本来应该是什么 对你期待是什么 而你实际你没 你做的不是这个 或者就不一样 比如讲外科团队 你外科医生 你就是动刀子 就动 拍刀就行了 怎么安抚这个 团队中的人 并不是他的一个 obligation 但实际上他是 就是这么做了 这我们虽看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解释 像杨岳东主任 他们这样的 高水平的意义 他为什么要进行 那种解释 而不是把它 翻译成一个 相样的术语 当然我们说 变成相应的 英语的术语 虽然这些 总体国家英文官 这样的词呢 他翻译成术语 可能是 有一定的能度 但我相信 对杨岳东主任 他们这样的 这种意义来讲 可能 并不是做不到 主要还是 他们自己 对自己的角色 他是有摇摆 是不一样 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种 我们说呢 解释 虽然老外看懂了 但是会有一些问题 现在会有一些问题 我说 其实这些呢 我们说 第一呢 我说解释者译文呢 可能面临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什么 就是老外他不用 Interpretation和 Center for Strategic Translation 就是假如人家在 引用我们的这种文献的时候 或者在讨论我们的概念的时候 他不用你的翻译 这种核心概念 人家自行其事来翻译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那就是你这个 你的议文 你传播 没有传播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我们要 注意一下 这个 目前有一股 在美国 也就是智库 外交 研究这个圈子里面 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 这就这篇 这个就 Sabine Mockery 这篇文章我把他 在这个杂志上 那么我给他 他这上面几句话 我给他看到 他会有个问题了 他说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statements 他直接质疑我们的官方的英文翻译 他认为我们的 这个 你采取这种解释性的义法 大家可以看看 他讲的是 这话他讲的是 比较 比较过分的 他主要是 他反正是讲 就是你想把你的这个 野心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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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这个 隐藏起来呗 他是 他是 当他这个 这个 这个Sabine 他 他显然他对翻译 一窍不通吧 他讲的很多都没有道理 我们很多 大家如果把这篇文章来看 他讲的 我们 一些官方的翻译 他有的跟 袁根基文 字面上的 不对等 实际上是 是 语言的 差异所导致的 并不是 就不是可选择的解释 是语言 他这种强劲的解释 但是 我觉得他 这篇文章给我们的启示就是 解释 的理由 不一定就是站得住脚 老外 可能是理解了 但会遭到这一类的老外 他对你 污蔑 这个是我们需要 注意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 角色偏离 是不是应 我们看角色肯定是偏离了 国家翻译的译者 他是 没有 他是承担了解释的角色 那他像学者 我学者翻译多数还是这个 如果跟国家翻译不一样的 他显然都是一个译者的角色 他就把直译过去 还是像个术语 这两种他是 最后的效果怎么样 这是我们可以看出来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们要反思的 但具体该怎么做 我也不好说 但我觉得 理想的话 当学者翻的不是太好 但是我们 应该是 说呢 这种术语 术语翻译呢 应该回到 就是我这地方引用的 这个 文向金老师所讲的 就说我们术语的对外翻译和 术语的 汉语术语的对外翻译和 外语术语的汉语翻译 如果都是我们自己翻译的 应该采取同样的理念 同样的原则 同样的方法 都应该是一种二次命名的过程 不应该是解释 简单的解释就完事 解释当然比 看起来比字面翻译 执意要发挥更多的功夫 要更负责任 其实它最后的效果 可能并不好 因为它没有 翻译术语 所以这个是 我们要思考的 这时候就是我今天 我觉得我是 所要讲的主要一个内容 当然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要 我把它叫做 我说我们还要考虑一下 这个词呢 它比较麻烦 麻烦它讲了两个原因 第一呢 就说这个 总体国家安全观 我们用的呢 就是我们现在一些 政治术语用的呢 用的非常灵活 你比如说 这个词它意思 它比较复杂的 如果第一呢 它前面那个搭配的动词 你要考虑到 就是为什么 我们说我们 中央编语 它把它翻译成 Altnope 一个是解释 但另一个 它可能有没有语言上的原因 其实我就看了 比如说 它有很多人提出的 叫提出国家安全观 总数据提出国家安全观 你要提出一个 Outlook 合不合适 比如Purpose 合不合适 贯彻和落实 还还可以 要坚持 你坚持可以 贯彻落实 如果你翻译成 Outlook 或者翻译成View 英文怎么办 就是怎么翻译成 比较好的 比如说能够 没太大语病的英文 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 这是一个 就是这是 我观察到的 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 这个词比较特殊的 因为这个并不是 如果说我们 总体国家安全观 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 它可能还是一种政策 所以才有贯彻落实嘛 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个术语呢 我们总书记 现在提出来的一些术语 它都是系列术语 我前面讲到的 我研究的另外 比如说 话语权 以及这个 这个强军 它都是系列的 比如说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 就是一个 国家安全观 然后是 安全观 其实呢 还可以再加 经济 国家经济安全观 国家 比如说 国家粮食安全观 就是 国家安全观呢 它又成一个系列的 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办 那么 如果说安全观呢 它术语 特征 还不太明显的话 因为我们讲 总数据是 总体国家安全观 还不光是安全观 那 国家安全观 它因为前面可以加 这个怎么保持 它一致性 那它的一致性 就导致我们后来 把国家 总体国家安全观 怎么翻译 如果国家安全观 这个英文的表达 我们可以解决了 之后呢 你在总体国家安全观 其实就很 就简单了 你不管说用 overall 还是holistic 那就 可能就 不是那么 那么那么难 难办啊 但目前来看呢 这个还没有 但我觉得这个是 尤其下面 这个第二个原因 这种系列术语的 翻译 我们要 其实应该更加 慎重 我们目前 国家翻译 它所采取的这种 解释性的翻译 我个人觉得 还没有考虑到 它的系列性 就是我们碰到一个 术语 我们就解释一下 没有考虑到 它系列术语 它译文之间的呼应 这种显然 我觉得还是影响了 我们译文本身 它的传播效果 这个我觉得是 我们也许我们 下一步研究 是需要注意的 另外还有个就是说 学术论文的 术语外译 它在 以及它在国际 传播中重要作用 这个是我们应该是 要有这个字性 我前面讲就是 那个interpreted china 和 cent for student translation 这两个智库的 翻译 他对我们看得出来 他对我们 这个 学术论文 他是很重视的 那么如果他们 重视我们的学术论文 也就是说 他们这些人 会看我们的学术论文 那假如这些 他学术 这些学者 他 汉语 他不了解 不懂汉语 他也就是 他们会看我们的 这些论文的 英文摘 这也是我们现在 期刊 为什么要 国内期刊 为什么要让我们学者们 要提供这个 英文摘要的作用 那这个摘要里面 如果你对相关的术语 我们不好好翻 不认真翻 可能就不合适 或者说我们在 学者在翻译的时候 该不该参照 这种国家翻译的 那其实像 总体国家安全官 这样的词 术语 他很方便 对吧 我们到那个 那个 标准化税库里面 一搜就能搜得到 那么网站搜得到 中国观念字系列 从书里面就有 但很可惜呢 我们学者们 目前来看 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好 这就是我今天 要向各位 专家各位老师 汇报的内容 不对的地方 请各位老师 批评指正 潘老师 那我今天就先汇报 这么多好不好 潘老师 非常感谢 潘老师 非常精彩 以及生动形象的 这个 潘老师好 我刚才那个 是 我们非常感谢 刚才非常精彩 以及非常生动形象的 这个讲座 然后 刚才呢 我大概总结一下 就是 韩老师刚才的讲座呢 他主要关注了 中国特色话语 在数语这个层面的 这个对外翻译 韩老师呢 考察了这个 相关数语的 这个国家翻译 和学者翻译 然后做了一个 对比性的研究 在这个 翻译过程当中呢 就是 韩老师发现 就是我们的 这个国家翻译呢 他 就比较贴近语言 就是说 他在确保 准确的前提下呢 实际上是非常注重 这个语文的 可理解性 或可接收性的 但是 学者翻译呢 实际上 他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可能更加注重 这个表面的 形式上的 这个对应 比较注重 这个字面上的直译 然后呢 接下来 这个 韩老师呢 又对这两种 两个不同的 翻译这个版本 其实也不算 算是两类 不同的翻译版本 他们在这个 国外学术界的 这个接收情况 做了一个 相应的 基于实证数据的 这样一个考察 然后呢 最后的话 韩老师 结合这个相关的 这个理论视角 来反思了一下 这个 为什么会存在 这种差异 以及 这种差异呢 他会对我们 未来这个 翻译实践的 这个影响是什么 或者相关的 歧视是什么 我自己在这个 听这个讲的过程当中呢 我有几点 非常这个 深刻的这个 感触吧 就是第一个的话 我觉得这个 韩老师的这个 数据来源 非常的丰富 包括收集了 我们的 我们这个 官方版本的 很多这个 译文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官方翻译的话 实际上它有很多的 这个 比如政治题材 或者政治本本 然后呢 还收集了这个 比如说这个 学术的 各种网站上的 这个数据上来源 所以因为看到这个 韩老师应该是做了 非常大量的 这个功课在里边 因为花了很多的时间 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觉得的话 这个 韩老师这个题目的话 就是做的非常的 就一小简单吧 就是小题大做 然后就是 讲的非常的透彻 非常的深入 然后就听着 非常的这个 津津有味的 然后第三个的话 我就觉得 这个理论上的 这个反思 就是我们再来解释 怎么去理解 这个在二者之间的 这个差异的时候 这个相关的 这个理论上的反思 给我带来 很深的一个 这个启发 就是刚才在这个 这个讲座的过程当中 就 韩老师提到了 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这个翻译的 过程当中 实际上 一般的认为 这个翻译的标准 它可能会 就要求要忠诚 就要求一者要忠诚 实际上这个 国家翻译和学者翻译 实际上我更觉得 它可能体验了 两种忠诚 就是说国家翻译的话 它可能是体现了 一种忠诚与原文的作者 而这个学者翻译的话 可能它更加体现了 一种忠诚与 比如说译文的读者 所以这是 都是忠诚 但是呢 它可能就是 看对谁忠诚了 对吧 所以这也可能会 导致他们 在这个翻译上的 这个差异 这个的差异的话 可能我觉得 也跟他们 是两种不同的 这个翻译的本质有关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国家翻译 实际上它本质上 是一种self translation 就是字译 但学者翻译的话呢 实际上它是一种 就是他人的翻译 就别人的翻译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 它这个翻译的 本质上的不同的话 也会带来 可能会带来 这个 比如说他们的 不同的翻译 版本上的差异 我不知道这个理解 对不对啊 然后 因为我们接下来 还有很多的这个时间 然后所以我就 看一下大家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来 像当面 想韩老师来请教一下 然后我们要不就 就就看一下 哪位老师或同学 有有有问题 或者 大家如果方便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旁边的 这个聊天框里面 把这个问题打出来 我们韩老师应该 可以看到到 就这个旁边聊天框 或者说 直接开语音的话 来建议相关 潘老师您好 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您好您好 韩老师好 潘老师好 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 然后呢 我刚才听了 韩教授的这个讲座 我觉得受益匪浅 然后我有 两个小小的问题 想向韩教授请教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韩教授刚才提到了 我们这个中国的 这些特色术语 外议外宣 那么他的一些 可以参考的一些网站 我想 就是想向 韩教授请教一下呢 就是除了刚才您在这里展示的 这几个网站之外 还有没有哪一些比较权威的 国内的一些网站 或者国际的网站 是我们做这个外宣的时候 可以参考的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韩教授今天下午的这个讲座呢 我看 主要是这个探讨了学者的翻译和国家翻译 那我还有一个关注的点呢 就是我们的 国外的媒体 和国外政要的一些发言 然后我就是想向 韩教授请教的是 就是说我们在 比如说中国一些特色词汇 它的外宣 外传的这些效果当中 您如何看待 比如说国外媒体 那么他们的这种使用 和学者的这个使用 他们之间 是不是相同的啊 就是 还是说差别比较大 那么国外的媒体和政要呢 他们有没有采纳 我们的类似于像中央编译局啊 或者是19-20大报告啊 给出来的这一些译文 我就是这两个问题 向韩教授请教一下 谢谢您 好的好的 哎呀 刘老师您还在底下听啊 这个我就 所以今天很紧张啊 我所掌握的呢 其实就是说 主要还是就是说 咱们中国一些网站上 它有个叫 中国特色话语 对外翻译标准化数语库 可能是 这个是 就是我们最 就是最好用的一个 但是这个里头呢 它也不全 这是代表了外文局的义法 那我据我所知呢 就是说 我们一些 有些文献呢 外交部的义法 跟外文局的义法 英文啊 不完全一致 嗯 它有的时候不一致 包括19大报告 我们看就是 19-20大报告 我们看 陈明明大使 写的几篇论文里面 他会提到 某些数语的翻译 他 陈明大使就说 这个该怎么译 但事实上最后 我们 呃 两次大会的报告 最终的议文 跟他讲的还是不一样 比如个别议文呢 事实上就是有 有争议啊 不太一样 我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现在如果参考的话 呃 最 最直接的是这个 标准化数语库 第二 标准化数语库 跟那个关键词 系列是一样的 它是根据那个数语库来的 是一家单位负责的 嗯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 他现在没 不太好用 除非我们说 我刚才讲 我们就用这个 比如外交部网站 去搜一下 当然外交部网站 外交部网站和 国家新闻办的网站 都只能搜到 呃 错了哈 外交部网站能搜多一种的 外国家新闻办网站呢 只能搜 搜这个 英文的 嗯 那基本上就说 呃 外交部那个不太好用 呃 国家新闻办网站不太好用 所以我建议如果要用的话呢 就用这个 万文局这个网站 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多数的里头是有的 但问题是什么 就对我今天讲的 他们我们翻译出来呢 就是它不太像个数语 嗯 我 其实国家安全官呢 总体国家安全官呢 还是 还好一些 我们看好多其他数语 它全部是解释 都是一大段话 嗯 说我们很可能去搜啊 你会不用它 就是说我们今天讲 也许没讲清楚啊 就是我们要用 呃 就是数语 中国直网上很多学者 就官方 官方英文用的不多 嗯 可能跟它不好用 有关系 我们不能说学者都 都不严谨 嗯 我 我也许有很多学者很严谨 就你说 没法用嘛 它太太长了 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是个原因 那这个原因 目前来看 它也没法解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您刚才讲这个 新闻怎么用的 新闻刚才讲 就是这个我 当时没有去找新闻 其实新闻现在 我可以补上 就是再加补上 但是我主要是说 我结合那两个 智库的网站来看 那个一定 那个它代表了 政府的态度 媒体倒不一定 代表政府的态度 就是如果去考察媒体的话 也是很有意思的 那媒体这块研究呢 研究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 胡开宝老师的团队 他做的比较多哈 就是我们当代 核心的一些政治概念 在主要用了 那几个新闻预料库的 数据库子里面的 预料来做 应该做得非常深入 这个里头呢 就是看呢 他们来讲 其实我们最后看 他用的 我记得他们的发现 是跟我们国内官方 不太一样 比如说 中国梦 中国梦 就是我们一开始 总是在纠结 是用哪个 但是好像他们 很早一开始 应该就是Chinese Dream 这个 潘峰老师应该比我 更有发言权 你导师的这个论文 我记得他们做得非常好 他因为 这个他是很明 应该说就是我们 就是最后结论就能看出来 我们官方 翻译的这个术语啊 好多术语翻译的 影响力还是有待提高的 当然就说 在于中国梦这样的 科学社会主义啊 这种他 不具系列性的 翻译的可能还好一点 就是国内他一个 国内就是他有一个 我就会确定 那我就翻译成什么 对吧 中国梦现在就说 Chinese Dream 他就官方就这么一句 对吧 包括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他现在就叫 就是BNI Initiative 对吧 这个他他现在就讲得很轻 他就定下来了 但是我研究这几个呢 他比较特殊就是 他成系列的 成系列的 我觉得他们还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 他翻译纯解释 纯解释的话 效果确实是不太理想 刘老师 我就回答这么多 谢谢您 谢谢您 特别感谢 感谢 好 谢谢刘老师的提问 然后也谢谢汉老师的回答 然后我们再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个韩教授好 你好 听到吗 听到 我是温州大学的老师 想请教您一个这个问题 您刚才谈到了一些 就是咱们一些外宣资料的一些翻译 那我在翻译过程当中 比如说翻译到我们一些中国国学方面的一些 您可以说在这儿是要术语 但是有的时候是 就像您刚才说 我们得把它先定义为术语 然后才有可能把它变成一个标准化的 规范化的 比如说像我们国故 国学 类似这样的翻译 比如说 我有时候作者去探讨的时候 他们的观点就是 就翻译成 当然他们不是英语出身 他是从中国文学或中国历史的出身 它翻译成 如果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解释性的翻译 他都不满意 他觉得没有把国故这个词 国学 国粹 这样的其中的一些词深层的意思 如果你想解释的话 那解释长着了 它表达不出来 那么就有可能用拼音式的翻译 但是拼音式的翻译 咱们学英语的呢 又觉得这个target reader 如果太多的拼音式的关系 首先他不认可 其次他可能读了太多的拼音的 就丧失了这个中国外宣的兴趣 他没有兴趣的时候 所谓的他就不会再去读了 那么这样一个矛盾怎么来解释解决呢 你看你有没有建议呢 还比如说 像有的时候比如说翻译 你用录音的西译 但有的时候你还可以解释 可以翻译成Western Earth and Technology 因为这个译不只是七方的艺术 它还有Technology的含义 但是比如说西证 这个就意思非常广 你肯定不能翻译成Western Politics 或者是Political什么 它跟那个证 跟中国的这个 跟现代的这个政治完全不一样 像这种的一文 怎么样来处理呢 谢谢韩教授 这样就是提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概念和术语之间的关系 这个我是 我也是 我不是专门研究术语的 当然为了最近研究这个 也看了一些这个文件 应该说我们国内对术语的研究 包括的英语啊 都不是非常的充分 其实我们看 能够出来说 写东西就那么几个专家 他们对术语可能没有一个 确实没有一个严格定义 概念什么时候能成为一个术语 什么时候它就不是 我觉得没有明确的说法 那现在可能有说法的 就是冯志伟老师 他在那个术语学引论里面 他会提到 术语的十一个特质 那那也不是个定义 他就说 那是同时满足这十一个 就是术语 或者说 你满足几个就行了 他也没说 其实术语 它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 就是说 但是总之术语它 我觉得它讲术语一个简明性 一个稳定性 就是你一大堆不叫 你说几十个字的术语 它可能不叫术语 就这不是一个 这是一个 不是一个 语言学 就是一个不是理论上一个定义 就是我们使用上的一个定义 所以这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说你讲的是传统思想文化术语 我不知道注意到没有 就是北外呢 承担过一个项目 叫中国思想文化术语 它叫外溢 它叫国际传播 我忘了 他们曾经出了 他们一出网站 他们一开始出了八本 就没多大那种 比那个中国关键词 要小一点 八本书 后来呢 他又出了 又出了一下 把所有的 拢在一起 他出了三部 就叫中国思想文化术语 一个叫文史卷 文艺卷 一个哲学卷 一个历史卷 这个呢 他犯 这个 这个他们的译法呢 和我刚才讲的就是 文文局他们的译法是 如出一辙 解释性的 纯解释性的 呃 这个 这个数 他解释的呢 而且非常的 长 就你刚才讲的 就是传统思想文化术语 他是 他那个 意思啊 实际上他是 我觉得就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 就你不能 他在不同的语境里面 他意思不一样 就他就解释的 非常啰嗦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他那三本书里面 他对很多这种 术语的 他收的那个 也不是术语 我觉得他收的 比较乱 嗯 那么导致他那个 汉语言文不是术语 那么英文 就更不是术语 他那个可能更糟糕一点哈 就是我只说从 从我没看他最后被 呃 在西方的接受什么样子 我只说我看他那 那那那那三本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不 他不对 呃 我现在想不起来一个例子 他有个叫什么 呃 反正这个普通词 英语普通词可以做术语 科技里面很多 但是呢 就是术语的话呢 他有在书写方 用的方面 他有一定限制 他那个他那个没做到哈 呃 这是对你的第二个回答 还有个回答就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一些比较 确实确实是汉语的术语 而且呃 意念意思比较丰富的 可不可以用拼音来翻译 呃 这个我不知道 就是咱们 其实我今天讲的意思 我不是说我来提建议 这个东西该怎么发 那个东西该怎么发 我觉得这个 我没这个能力来提 其实我的思路还什么呢 就是看看 你异国之后 呃 老外用不用 我们其实从 从另一端 看实际的效果 来看你再来推这个翻译 是有效没有效 我们也许叫做好坏 可能差一点 不该这么叫 应该叫 有效没有效 那可能呃 就说我们 这个 这个 拼音的翻译啊 呃 我感 总的感觉 可能这个效果 不是太好 我举个例子哈 最近呃 知道一个学生在做 一个词的 这文学的 叫 意境 意境 其实我们 中国文学文论里面 一个叫意境 还有一个 他不光说 他叫境界 就这两个词怎么怎么办 其实我们就去找 比如说 美国的 呃 论文和美国关于 中国文文学 中国文论的这个 呃 个案来看 呃 所以说 当然我们要说 我们就决心了 我们以后统一用拼音 呃 怎么样 我觉得 道理上我不好讲哈 咱的效果是有待观察 呃 可能至少我们 自己感觉来讲 你如果多了 通篇的拼音 关掉语的拼音 老外读不出来 有英语 他读不出来 对吧 你比如说这种 X开头的 X开头 他老外他读不出来的 那 你你你你 你这个传播就很差 呃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 我们还是 还是要考虑的哈 好 那这位老师 我就回答这么多哈 好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嗯 好 谢谢 谢谢刚才两位老师 那个 王老师 王院长 您要不要讲两句 您也是做中国 他是话语对外翻译方面的专家 然后您做阿语 对 您做阿语方面的 应该会有其他的 这个动作 我们说英语 谢谢 首先我想 谢谢韩老师 当然也谢谢潘老师 因为我想这个因为潘老师这个加入我们的团队 我想今天这个这个讲座由这个潘老师来主持 而且他这个有关中国话语这一块他也有非常深厚的研究 所以我想今天他主持比较合适 刚才这个老师提出来这个什么有关这个中国话语的有些这个尤其是实际上中国点击里面一些数据的对外的翻译 让我的我的观点和韩老师非常相似 我觉得刚才这个老师提出来就是如果是采用大量的拼音来像包括像就是像翻译阿拉布语的话如果以这种一种拼起拼音的方式来对外传播的话这就是效果非常差的我个人在在在这个在这个翻译过程当中啊还是说根据不同的语境来进行必要的转换因为你不可能我觉得这种他有些有些术语他意思很全很多你不可能因为你为了团队的转移 如果因为你求全的话我们真的在发现是不知所措我觉得可能还是得有所取舍再不能说好一定的一定的把他这个意思要翻得非常非常全才觉得很放心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中国的话语或者中国的这个文化点击是很难走出去我觉得可能慢慢的让老外通过一点点的呃我讲这个每每一个术语的他或者每一个概念的意思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 这个著作当中一点点的让老外去接受去理解我们中国的这些术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样可能会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稳妥而不是说好像我一位的求全这位的求全非常非常非常麻烦当然我想今天有关韩老师的一个讲座我个人实在有一些也感觉非常感谢因为韩老师这个从这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有关术语的翻译是觉得实际上的话应该很大程度上是关系到国家的战略 尤其是我们这些这些中国特色话语的对外的传播可能更是影响到我们中国的国际倾向 或者说关系到我们中国一些一些中国智慧或者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性 有效性这个有效性我觉得这个这个就是可能如果在翻译上出了问题这个有效性会会有着大大折扣 甚至会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这些可能老外的一个偏偏的接受就是这种对中国的一些话语会产生一些奇异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我们翻译工作者所要所想要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关这个术语的翻译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意志层面 我觉得可能都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关系协调好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能够把这个中国的术语能够非常准确的对外传播 这是我想我们一个一直应尽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的责任 当然我觉得这个我想讲就这些当然还有很多韩老师所讲的这些有很多内容 这个我就不再这个不再做一些规纳总结 当然我想还有如果其他老师还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再去啊 不是因为我讲两句话然后老师因为有问题就不再提啊 那潘老师你你继续看看有没有其他老师有问题 谢谢韩老师啊 哎哎好的好的我们正好时间还有一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老师有其他的问题 然后正好趁这个机会跟我们的韩老师好好的交流一下 各位老师多多指正哈 对我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参会者已经超过两百余人了 这个是我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了啊 所以我们韩老师在学界非常的影响力非常的高的 证明度非常厉害的所以吸引了这么多的老师的同学们来参加 好韩老师那个那个聊天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本的原意存不存在 不知道什么意思文本的原意存在不存在存不存在 我不知道他的嗯 原意在聊天里面在聊天里面 在聊天里面 在聊天里面一个叫go online go online go online 我这个我怎么看不见呢 我这个好像也看不见呢 我因为看到好像是在给你是不是给你一个人私聊的给你一个给你发的啊 给我私聊的他想他想听听韩老师的 所以 估计发错了发错了啊也许是发错了就文本的原意存不存在 我不要他的嗯 原意是在存在啊这个问题好大呀 王老师你没有理想 文本的原意存不存在 哈哈哈哈 我我我我斗胆回答一下 其实我就说今天真的压力非常大 这个呃王老师和潘老师呃作证 我本来就很紧张